大家好 我去摘士多啤梨了 來了這麼久 第一次摘士多啤梨 就是在我家附近的農場 7分鐘車程 今天的裝備 就是去摘士多啤梨 外面很曬 今天很熱 已經有很多車泊滿 入口的職員也介紹 今天有4種士多啤梨 不過我們走了很久 第一眼看到Mary's Peak 我們就停下 在那裡開工 找我有沒有 香菇 香菇 有點冷 算了吧 很乾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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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都還沒熟透 熟透那些就被蟲子咬了 我摘了大概1小時 然後去看看其他人摘得如何 看下來都很努力 整個職業老夫的樣子 就是這麼多了 看不看到 半個攬 夠了 夠吃了 準備離開的時候 看到小火車來了 通常我們都會停在這裡 跟他們揮揮手 看起來 很乾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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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大概集了1小時 因為體熱 拿回士道比里 去店鋪 然後給錢 那麵包就是免費的 原來 我就大概集了2磅多的 香菇 店鋪 其實有很多其他 種類的香菇 爆菊 或者糖 飲品在這裡買的 我們可以做 這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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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走了 現在就很曬了 而且已經有更多人來了 我們大概十點多鐘到 接著就閘了一個多鐘頭 弄一下這樣 12點左右就走了 現在就上車了 好 喜歡我的影片 請like and subscribe 拜拜